本视频属于编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39集 连达一时之间不想和蓝战说话了 曾经蓝战也是这样站在他的面前 只是他当时是保护自己 现在是保护他身后的人 而自己已经是他的敌人了 八年前连达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孩 那时候父母嫌弃他 族人欺负他 他每天都被打得浑身是伤 某一天突然就有个哥哥站在他的面前 从此他再没有被欺负了 因为漂亮哥哥帮他治好了身上的病 也治好了他心里的伤 蓝战当时和师父路过蛮医族的时候 确实救了一个小孩 只是他没想到就是面前的连达将军 他小时候被父母嫌弃所以没起名字 连达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回去采取的 蓝战一边在心里估摸着时间 一边想着怎么开口 他不太擅长谈判 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所以不该说的话他都不会说的 最后还是连达先开口了 他说了他们的目的是和大卫通商 但不朝贡 也不附庸 蓝战听他这样说放心了一大半 只要不是真心搞事情就行 不过通商这种事他也不能做主 只好迂回说自己已经了解他们的想法 会向皇帝陛下转达 还有就是辽元城遭遇一病 希望他们也能小心 最好近段时间不要轻易接触 否则被传染就不好了 蓝战故意说这话就是为了消遣他们的 正好也显示大卫的格局 最后就是休战的原因 连达听到蓝战的说辞心里笑了一下 忘记哥哥比以前有趣了 说话也更有意思了 两人谈得很和平 你来我往的 就是没有一点实际的东西 蓝战对这个谈判过程很满意 连达也满意 蓝战救过他 就是他的恩人 送他一点草药也不为过 时间差不多后 蓝战就准备撤了 连达也很快就明白了蓝战的意思 爽快放人 蓝战回去的时候 连达一直目送他到看不见为止 连达看着蓝战回去的方向 心里想着 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但你眼里的光确实不如从前了 忘记哥哥 你也要好好的呀 就像你曾经劝慰我那样 蓝战回去后第一时间就去看草药采得怎么样了 结果是好的 他们尽力的采了很多 至少军队的病人可以全部治完 只要军队没事了 就不怕采不到美人类 实在不行 军队护送着去采药 就看蛮医人敢不敢打 蓝战终于放心了 开始着手制作解药 一大群医师忙活了大半个月 军队的病人终于都用上解药了 只是他们还要观察效果 以及应付突发状况 半个月后 大部分人已经开始慢慢痊愈了 城中的百姓也开始放心服用解药了 蓝战自从从五里坡回来后 在军队的威望就更高了 之前他们只觉得蓝战是个很有爱心人心的黄正军 但五里坡上蓝战一人 面对蛮医族军队的背影深深震撼了他们 使他们从心里相信蓝战是真的为他们着想 疫病得到控制后 蓝战的声望从军队传到了辽园城 百姓们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关怀士兵和百姓的人心黄正军 民众很感谢他 但他一直住在军营 普通人都不认识他 于是在士兵们带有滤镜的描述下 蓝战的形象直逼普渡众生的菩萨转世 俗话说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在蓝战还在救治百姓的时候 他的名声已经传回了黄城 当然这中间也有孟将军的功劳 自从蓝战解决美人类的事情后 孟将军立马就上了个折子送到黄城 详细地介绍了蓝战来西南边境后的作为 对他的人爱赞叹不已 最后重点表达了西南军和辽元城所有人对蓝战和朝廷的感谢 魏英看过折子后终于安心了 并且让所有官员传阅了这份奏折 看他们还敢不敢老是说他让蓝战参与了太多国事 人家可是比他们有本事多了 一个月后 辽元城的百姓也治疗得差不多了 蓝战他们也准备回去了 只是为了黄城的安全起见 他们所有人在城外自行隔离了一个月 正好也可以见证一下百姓们的痊愈过程 在这期间蓝战详细记录了全部过程 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呢 三个月时间就治好了一场疫病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了 蓝战也由此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也为大魏朝廷又一次奠定了威望 蓝战他们回黄城的时候 魏英亲自在城门口迎接 并且当场封赏了他们所有人 大家都很高兴 陛下的赏赐不在于东西的多少 而是这份荣耀 蓝战已经是至尊位了 魏英赏了一些东西后 还加赐了封号 韩光君 意欲守卫大魏朝的光明 蓝战对此表示没什么感觉 有没有这个封号 他都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魏英愿意封就封吧 他也没有意见 回宫后 魏英准备了接封宴 可惜蓝战只想睡觉 这几个月来他睡得很少 现在又经过了长途跋涉 更是无心吃习 只想倒头就睡 魏英也没有勉强蓝战 让他好好休息了三天才 开始接封宴 宴席请了文武百官和所有命夫君 还有后宫人员 几乎就是国宴级别了 大臣们这次是真的对蓝战另眼相看 所有人都在赞扬他德才兼备 心计天下 只有默染和谢允心疼蓝战的险境 蓝战没回来的时候 他们每天都在祈祷 他能平安回皇城 魏英也担心蓝战 只是蓝战回来后 他就更多的是得意了 蓝战作为皇政君 带给大魏的荣耀 他非常享受和高兴 他一直就觉得自己眼光好 果然蓝战从来没有让他失望 有这样一个人陪着他站在至尊之位 他觉得他在这方面已经很成功了 宫里的皇子公主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才九个多月的魏锦 看着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很多 他不愿被奶娘抱着 不停地扑腾蓝战 蓝战很少抱女儿 也不是他不愿意 只是他刚出生的时候 自己身体不好 魏英不让他抱 后来孩子大点了正是最闹人的时候 魏英怕他打扰蓝战睡觉 也只在白天让蓝战看看 晚上都是让奶娘看着的 然后就是蓝战去西南边境了 所以他和女儿相处的时间都没有多少 他也很少抱孩子 总是怕他不舒服 魏英看蓝战有些为难的样子 自己接过了魏锦 相比较来说 还是魏英抱魏锦比较多 蓝战回宫没多久 易云阁的良品病倒了 她是二公主的生母 身体从小不太好 当初进东宫时 就有些病泱泱的 不过魏英倒是蛮喜欢她这一款的 可能是她不争不抢的个性像蓝战 也有可能是她某些角度 看着有点像蓝战 总之她的恩宠一直不少 所以才有机会生下二公主 只是她身体实在不好 生了二公主后就一直时好时坏 再加上进宫后 魏英就很少入后宫了 去也是去揽月殿 所以她的病一直没好 这次是实在严重了 才惊动了蓝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